一个散寒猛方 把阳气补到骨子里 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有好多人腰疼腿疼 肢体寒冷发痛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的 不仅仅是中老年人 有好多二三十岁的人也开始出现此类的情况 颈肩腰腿疼 怕冷发凉 僵硬麻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首先是阳气不足 体内含邪内生 身体素质变差 这就是内阴 然后是阳气无法抵御外邪 天气一冷 这风寒失邪就变得多了 正阳之气 本来是可以抵抗这些邪气 但是你阳气不足 让这些邪气入体内外阴一结合就出现了各种疼痛 那我今天分享的方子就是毒活寄生汤 现在也有忠诚药 叫做毒活寄生丸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它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 它先是用到毒活防风 贵心 禽教 细心这几位药 防风是用来干嘛的 它最善于搜风 把我们肢体关节里的风寒失邪都给搜出来 然后就是贵心这几位药搭配 来散寒驱失 驱风止痛 从上到下把我们体内的风寒失邪给搜刮干净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外阴 然后就是内阴了 正阳之气不足 所以用到了牛膝 度重 还有丧继生来补益肝肾 肝主筋 肾主骨 这几位药是来强壮我们身体的基础状况 然后再加上生地 勺药 还有当归 肉桂来阴阳霜补 活血补血 最后就是人参还有肤灵以及肝草来调理脾胃 让中药更好地被身体所吸收 整体来看 驱邪扶症 对正阳之气不足 还有风寒失邪清晰的各种疼痛 有不错的调理作用 继续